俄罗里大州帕克兰一所高中2月 发生据报由一名前该校学生使用A-215半自动武器 打死17人的校园枪击事件后 引发了一场全国性运动 这一事件发生一个月后 全国各地的学生、教师和其他人士 将参加一次17分钟的罢课活动 以纪念枪击事件的丧生者 并引起人们对校园枪支暴力的重视 星期四 纽约市长白思豪会见了一些学生 讨论了这个问题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强调学生的激进主义活动 是带来新声音的途径 他们表示这些声音不受全国步枪协会的控制 你们知道当我打开电视 我看到所有这些大规模枪击事件 我知道这些事件本可以被防止 所以我要采取实际行动 担负起领导职责 但是其他人则表示 他们支持负责任的拥枪 以及赋予美国人拥枪权利的宪法第二修正案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拿着武器的人 当一个携带武器的人进来 我们需要有人准备好应战 比如一名佩戴武器的学校安全官员并准备应对 为了让所有其他学生更安全 有可能甚至击毙那个歹徒 3月24日计划在首都华盛顿一场游行 另外预计在4月20日 1999年克罗拉多州哥伦拜恩枪击事件周年纪念日 还将举行一次罢课活动 一些学区宣布他们将不允许罢课活动 并将对参加者进行处分 其他人则表示 一些大学学院向学生保证 他们被录取与否不受参加罢课活动的影响 美国之音克莱格华盛顿报道